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动作新电影将开拍,她的打戏会如何? 这部破译电影早说明 时逢世界精神卫生日,杨子作为女心理师的主演 在这个与剧目相关的日子里,及时放上了治愈新海报 即使今年有些水逆,多部作品不能及时播出 在接下沉香如泻之后,也被部分网友吐槽还没有转型 还带在古偶圈 但杨子现阶段其实不必急于跳出古言市场 接着同类型的剧目,看着大荧幕的好剧本 对于她而言是最佳的状态 而她的新电影《烈独》,被撰将在11月开拍 杨子本月杀青仙侠剧,时间上,刚好对得上 零妖正义卧底挑战大,杨子打戏早成熟 看祖讯可知,男女主已定一线演员 电影将要拍摄的,是女主作为卧底 进入黑势力组织,在重重困难下,打击罪恶 最后取得胜利的主旋律故事 同兴出道,杨子踏入演艺圈19年 从古言到战争,从学生到法医 她参与过的角色人生多样 可这次的卧底角色,对于她而言挑战还是挺大的 主旋律也是现实相,灰暗的画面是基调 为了还原该职业所面对的危险 演员要演得更加真切才是 这其中,网友最关注的就是杨子的打戏 在仙侠特效里施展法术的小仙女 会呈现出什么模样的战斗场面 而这个问题,杨子自己就能用两年前所拍摄的《沉默的证人》来解读 02警校出身法医实习生,杨子打戏利落干脆 两年前暑期档上映,这部动作电影缆收1.81亿票房 制作团队中,很特别的是,导演是外国友人 于是乎,在整部电影的画面处理和节奏把控上 能明显看到海外悬疑电影的影子 不管是犯罪团三人的夸张面具,还是无限反转 在电影中,杨子所扮演的乔林是警校毕业的法医实习生 时间来到圣诞节,她和师傅在解剖,保安大叔在门外 本来还在沉浸在节目的欢乐中 但三位不速之客的闯入让主角团中武力值最强的乔林被迫成长 在独自与小混混对峙时,乔林先适用言语挑衅对方 在对方上头的瞬间抓住机会,用柜门将棋敲运 后续在近身格斗之时,力气发挥程度在线 整体感觉是在逆境中拼命一搏的状态 杨子的打戏干脆利落,动线不错 两年前就有这样的经验了,此次若是真的要摄影卧底 在动作戏方面,肯定会带给大家惊喜 目前电影还没官宣,喜欢的朋友耐心等待